大家好我是恩恩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家族系统排列的老师 易兰真来跟我们分享家族系统排列里面心理起病背后家庭真正的真相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来欢迎兰真老师 嗨大家好恩恩好 老师好今天我想要问老师的问题是 比如说我们在家族里面如果有一些忧郁症强迫症 它是可以透过排列来缓解来处理的吗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可以先了解 其实在家族系统里面有很多这种像心理或机身疾病 它背后其实都是要带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 而这些家族中的这些信息是需要我们重新去看见一些被排除的人 或者是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件 那这也是系统排列的关系法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整体法则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家族里面有心理疾病的问题的话 那可能是在家族系统里面有人被排除吗 嗯是我简单的说一下好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整体法则 它基本上是要求在整个家族系统里面的每一个分子 都必须归属这个系统的权利 那让这个系统呢 它就是里面的所有人都有它一个位置 不管这个人他的行为是发生什么 或者是他的行为是我们认可或不认可 那当某个人原本属于我们这个系统 却因为某种原因被排除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系统里面 它就会产生一个空缺 而这个空缺就容易产生后来的所谓的牵连纠葛 那这些被排除的原因呢 我简单的大概有整理出三个 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家族成员 家族成员里面因为发生了令人难过的事 比如说意外 自杀 重病 这是我们一般在家庭里面可能比较 这种不幸我们比较不想面对 所以会有意无意的把它忘的 那另外一种呢 第二种就是家族成员做了某一些我们不认可的事情 包括你说吸毒 或者是侵占钱财 乱伦暴力 犯罪等 因为这些行为会让我们家族感受到一种蒙羞 所以就会在心里面就想要不认可 不认为他是家里的一份子 那他也会有一个黑洞 那第三个就是家族成员可能是出生很小就夭折 或者是因为早以前的时代可能很小就被送走 那这些人他也有归属在这个家族系统里面的一个归属的权利 但是往往我们是忽略的或者是以往的 这也是一种排除 所以排除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只是说 这个人可能已经离开这个家不在这个家 有的时候即使这个人在家里 但是我们忽视了这个人也会有一样的状况是吗 一样的 是的 是的 那我还想问老师说 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案例是 两个毫无关联的家庭里面 那刚好他们都有这个强迫症的疾病 那一个是长辈有强迫症 一个是晚辈是弟弟有强迫症 那请问在家族系统排列上 他们的排列方式是一样的吗 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有的排列我们都要收集很多的信息 那排列的方式 无非就是透过一个信息场 我们把它呈现出来 但是在这里我想要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强迫症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它是一种我们承接了一些莫名的情绪 那这个状况往往是因为家族里面发生了一些事件 没有得到真正的和解或者是圆满 所以在后代 就是出生在这个家族里面的孩子 就比较容易去承接这样的莫名情绪 那首先就是可能需要 比如说他们呢 你刚刚提到的两个案例 首先可能就是他们就必须了解 家族里面是不是有发生过一些冲突 意外 伤害或者是杀害等这一类的事件 包括被害或者是伤害别人 这都是 甚至于有一些像 像我父亲那一代 他们有经历过战争 那这样子也算是在这个里面 也算是在这个创伤 然后会造成一些心理冲突 伤害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 所以反而是透过系统排列 可以有一个机会重新看见跟面对 那我们才有办法去往前一步去看 这样莫名的情绪 我们可以怎么去调整 那像老师刚刚这样子的叙述当中 在家族系统排列里面 比如说像刚刚祖先们可能经历过一些 比如说战争或经历过一些事情 那他们经过这些事情 也会透过遗传给我们后代吗 那如果说我不知道我的祖先们发生过什么事情 那我要怎么样去透过排列来处理这个家族性的问题 是 首先我不会用遗传这两个字 它基本上是一个经历 所以首先我们要先知道 这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就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对吧 这些经历已经发生了 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那这些经历本身 并不是决定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的根本因素 所以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些经历中的伤害 而永远来痛苦 不会的 所以我们不是要在过去的家族里面 去寻找造成困扰的原因 而是我们要去知道 我们能够成为现在的我们 都是因为有这些过去 有我们背后家族 这些命运的经历 那我们才有机会 等于是有一个机会 重新在我们这一代 可以用透过一种尊重的学习生命的方式 去了解生命带给我们的 一些算是我们专属这个家族的课题 那进一步 那就可以透过这个课题 去领悟生命的智慧跟意义 那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害怕 对可能因为害怕家族曾经 先去找家族曾经有这些经历了 可能经历一些巨大的这些命运 那因为这个害怕 而想要去切断跟家族过去的这些连结 那这无疑就是像切断自己的根是一样的 但是应该也切不断吧 是就是因为也切不断 所以相反 其实可以回过头来 那让我们重新看见家族经历这么巨大的命运 那么我们作为子孙的 怎么样去转化这个力量 有时候其实我在有好几个案例里面 其实看到他们反而更坚强 更有力量 但是这需要有一个尊重跟看见 所以很重要的是怎么样透过一种感恩 然后透过一种很谦卑的这种尊重 看到家族过去的这些经历 然后呈先起后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下 我们怎么把这个力量化为自己的力量 然后去开创 并且为自己跟下一代去创造更多的未来 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 就是无论过去你的祖先他们经历什么 或是你的家庭经历什么 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当下 去转变那个状态 然后可能就是不会把一些 那个情绪啊 那些能量或是一些伤害一代传一代 那在这里呢 我也想说如果有时间的话 其实 借由周老师 周典文老师 他有一本爱与和解 对 里面有一个很棒的内在排列 其实就可以针对我们不知道家族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怎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我找回自己的力量 那他有一个内在排列是尊重家族过去 迎接光明的未来 这个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可以在线上 透过这个声音的引导 其实大家就可以听这个声音 然后跟着做 那很不错耶 所以其实我一直以为说 家族系统排列是 我一定要在现场 然后 要有 就是 扮演者 才能够完成一个排列 可是 像听老师说 其实我们在 像周典文老师的那个 线上的引导的话 我们在内在就可以先做一个初步的调整 对吗 对 是的 其实 系统排列有好几种方法 一种就是进入课程啰 那另外一种就是一对一 那我们会用一些物件来做代表 是 那还有一种就是自我内在的排列 透过一些内在的排列 让我们的内在的状态 整个是可以整合的 嗯 好啊 今天非常谢谢兰真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家族 呃 今天背后的真相 然后 呃 如果大家有需要也都可以 找我们的兰真老师 做 呃 智商 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谢谢兰真老师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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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